陈香如蟹委屈了杨子 网友矛头为何指向陈毅 杨子和陈毅的陈香如蟹为何不被人看好 是杨子的演技不行了 还是陈毅的流量下降了 甚至陈香如蟹发预告后粉丝也一致抵制 网友口中的原因似乎都指向了陈毅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陈毅一个人就能毁掉一部S家大制作的古装剧 小编看不止如此 但既然网友大多都指向诚意 先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幻女主角的事情了 毕竟女主一路从景田、白路、袁冰炎换到最后的杨子 让观众唏嘘不已 其实陈香如蟹最初也是个香波波 尤其是刚刚开始宣布开拍时 抛开男主女主之外 仅演员招募就有两百多名 然而不到一个月 这部剧就成了网友口中的毒柄 已是因为原著疑似抄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可三生三世本身就是被人质疑抄袭的 这疑似抄袭有问题的作品 这本身就让人对原著充满了质疑 但平心而论 没有经过法庭的认证 抄袭一世 就算不上事实 第二就是诚意的遗留问题 2020年可谓是诚意的爆发年 一部流离将它送上了巅峰 然而还没等它爆红 为琉璃收官举办的云歌会就让它陷入了风波 当然这场风波过后 有人说这都是公司的安排 但也不可避免地让诚意背上了 凭借CP走红后却快速提纯走独美的路线 不尊重同事 不尊重观众等名声 其实事实究竟如何 很多网友无非是看图说话 但客观来说 诚意的团队做得也不到位 全程不回应 不澄清 只有公司高层发了条疑似追责的消息 而这件事情过去半年之后 诚意团队也没有任何动作 它的身上依旧背着读美的标签 因此 当剧组官宣她是陈香如谢的男主时 女主角的粉丝都会担心 自己的偶像会成为第二个袁冰岩 沦为某公司话题的工具人 这样就不难理解粉丝为啥 不支持杨子接这部剧了 其实说到底这都是资本操作的结果 跟演员本身没多大关系 大家还是理性看待 02 央媒点赞特战荣耀 杨阳另一部剧定档4月18日 女主颜值经验 杨阳 李一同领衔主演的军旅题材电视剧 特战荣耀在东方卫视 和浙江卫视开播以来持续走红 上线首日单日播放量突破1.2亿 位居全网电视实时收视率第一 根据猫眼平台显示 开播10天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6亿 拿下11个不同类型的收视播放冠军 导演徐济周以热血的军旅题材作节 内容展现出当代中国军人军旅训练 最真实的一面和无畏牺牲的精神 杨阳饰演的兵二代艳破月 由一名新兵经过部队层层考核 筛选 从特勤连进入猎豹突击队 成长为一名兵王的历练过程 杨阳在特战荣耀中的精彩表现 得到观众和主流市场的肯定 央视网在社交平台上连续两次点赞杨阳英姿 特战荣耀小说的原著也对杨阳在荧幕上的表现给予了认可 为高度适配演员角色 还原人物最真实的效果 杨阳在拍摄前进行了专业的实战射击训练 剧中的许多危险戏份都是杨阳亲自上演 为呈现最好的效果 电视剧里短短几分钟的镜头 拍摄时间长达一天甚至更久 杨阳以及主创团队的付出塑造了这部剧中鲜活生动的军人形象 徐济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特战荣耀是一部为杨阳量身定制的剧集 他评价杨阳在剧中的表现 杨阳是非常好的演员 有自己非常强的个性 他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有自己身上不可替代的东西 徐济周还指出 跟杨阳合作没有功力的考量 特战荣耀播出之际 杨阳另一部古装剧 且是天下定档4月18日播出 这部剧中 搭档杨阳出演的女主是赵露丝 她在剧中饰演白风西一角 2017年赵露丝参演古装严情剧 凤球皇进入演艺圈 颜值突出 且是天下根据清灵月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黑风西杨阳是和白风西携手闯荡天涯的故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